因為數字也蠻大的 我覺得絕對不會想不開 大家不用擔心 關於那個第一篇 我在我的FB發表的那個文章 很多人解讀說 可能是撐不過去什麼什麼的 事實上那天我是在台東 在台東一個活動的晚上 自己有點在房間裡面 是有一點點失落的感覺 所以因為在這兩個禮拜 這兩個月在清場的過程當中 也遇到了很多的困難 很多人不憤 部分在全人的 不願意接受協調的方式 所以因為數字也蠻大的 我覺得絕對不會想不開 大家不用擔心 因為很多好朋友的關懷 你怎麼的 你一定要好好的 包括很多朋友說 你私底下有沒有缺錢 我要匯多少給你錢 這些我都一併跟大家感謝 那最主要是對於很多貫款業者 我沒有辦法在很快的時間裡面 跟大家清場 先跟大家說對不起 很重要的一點是因為經過這一輪之後 我發現了整個所謂錢莊的結構 所以這兩個月我寫好了一個劇本 片名就叫三點半 我現在說要拍電影 大家一定會覺得說一些笑 因為電影因為在做這件事情而產生了這麼多的問題 為什麼還要拍 三點半是一個讓年輕人 我想讓年輕人了解 在將來出社會的時候 其實對錢財的管理要非常的小心 過去我啦 我總是認為自己賺錢非常的容易 所以對錢的管理是非常失敗的 加上自己的狂妄 自大 覺得天底下沒有事情能夠難得到我 可是這次真的難得到我 所以我想把整個的過程把它拍成電影 希望能夠讓年輕人了解說 將來在社會上一失足成千古恨 這個事情一定會存在 不過大家一定會質疑說 那你的電影要 經費要從哪裡來 所以我會開始希望各大企業的老闆 是願意投資的朋友來投資這部電影 資金到位才開拍 因為劇本已經寫好了 也就是我整個這兩年來所有的經歷 把它寫在裡面 這裡面的過程真的是沒有碰到的人不曉得 他整個是光怪陸禮 奇怪的現象非常非常的多 包括利用 利用這段時間要來 利用這些事件要來騙別人的也很多 有人假冒粉絲團 我的FB去跟人家接觸說要募款等等的 還有 有人截圖給我是我的LINE 另外一個LINE 那根本不是我的 跟別人接觸了 你是我們家家怎麼樣 開始談錢的事情 這些通通不是 除了我特別跟大家報告 除了我本人說的以外 其他的那些都是藉由這個機會 要出來騙大眾的錢的 所以希望好朋友們千萬不要上當 除非我本人說出來 要不然其他都是假的 аж哪裡來搖擱 有些人截圓 為甚麼 這不是 woj得來的 這個...